是否有任何人性的觀點 我覺得要先從一個人性的觀點來看 其實任何環境 不管你是一百八十幾公分的壯漢 或者柔弱的女子 或者像我這樣的行動不便的人 我覺得回到人性大家都一樣 因為你要適應這個環境 適應就是你要先熟悉 你才能產出你在使用行為上的便利 所以無障礙這件事情在台灣 我們一直掃了那一個 剛剛您提到的全面的觀念 應該是讓它從觀念去突破法的限縮 讓設計師讓使用者 讓可能業主或相關的設計專家 可以產出一個新的質辨是 今天的設計是有脈絡的 無障礙環境也是有脈絡的 就光從一個動線的檢討 它就是可以去呈現所謂的 全面無障礙的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相信通用設計 從環境做出發 一定可以讓我們一直念知在知的 未來的高齡化 或者超高齡 我們可能要好好的去省思 一個通用設計的觀念 如何跟法規勾基 如何帶動產業的提升 甚至於創造產值 然後提升那一個社會的競爭力 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怎麼辦 然後一直在滾動怎麼辦 一定要好好的去找到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不過這三年多來我們發現 我們快要找到那個點 然後我到現在還是抱著高度樂觀 因為樂觀才可以直達天堂 一開始真的我很弱的 我只是台灣人的那種傲大 就上來了 可是其實沒什麼信心那時候 然後因為要從生存到生活 這已經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那當然你還要考慮到 對於生命的價值等等等等 所以何其三生有幸 一開始爛命一條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那是接觸了我的信仰 才知道原來有不一樣的選擇 那我們很感謝 就是有很多人的幫助 然後我們專心的做一件事情 而且是對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對的力量會來幫你 所以如果現在回過頭看 27年前來台北 其實那時候沒有那麼大的心 沒有這麼大的願 所以現在回過頭說 哇原來是這個叫做使命 然後要不要必達 我不知道 成功要不要載我 不一定 可是至少我們堅持的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這無障礙環境 以後大家都用得到 所以不要再用你本位的 如以觀點去挑戰 你應該要講一點有道理的事 所以他就告訴我 通用設計 這個觀念 就是我們剛剛說 從環境出發的 全人的關懷 你很好地做這件事 也許台灣會有點改變 我覺得設計應該就有點像是 人跟人之間 應該說 設計只是讓幫助人的事情 變成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為不用太多語言 太多複雜 有時候舉手之勞 你做下去的效益是在 下一個世代 這就是設計